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带来的恒情特别关注节目《变化中的恒情》 我是主持人王晶 2019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又逢越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新进展 社会各界都以不同形式献上祝福 其中一部由澳门人首次自主拍摄的电视剧 也以全新的形式讲述澳门故事 本期节目就带您与制作团队一同走进电视剧弯弯的大湾 变化中的恒情关注恒情变化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到弯弯的大湾剧组 为大家邀请到南光文创的总经理宋晓东先生 宋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电视连续剧弯弯的大湾的出品方之一 南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的宋晓东 那您觉得作为出品方 这部剧对您来说最大的吸引点 您觉得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呢 其实就是澳门元素 澳门故事 那么这部剧呢 由澳门本土机构出品 它讲述的是澳门回归20年来的巨大的发展变化 当然呢 也会对未来通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以及粤港大局建设所具有的这个更加美好光明的前景呢 进行展望 那这部剧呢 我们主创团队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备 搜集整理也研究了大量的澳门资料 同时也访谈了众多的澳门本土人士 未来呢 很可能也还会有很多澳门本地的群众演员参与这个演出 甚至是本色演出 因此呢 它反映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原汁原味的小城故事 我相信呢 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这种期望和感怀 那弯弯的大弯作为 庆祝澳门20周年回归的一个县礼 为什么会选择以电视剧的形式来展现呢 今年的确是大事多喜事多 即使澳门回归20周年 也是我们国家建国70周年 那么我们知道呢 包括特级政府啊 以及社会各界都会通过各种方式 来采取一系列的纪念和庆祝活动 那么来表达澳门同胞的爱国爱奥情怀 影视作品呢 我认为它更具有感染力 它通过这种艺术加工 艺术创作 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引起共鸣 所以我们觉得呢 通过影视作品来反映一个大的时代的变化 它取得的效果呢 能够更好 而且这部剧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派出一部精品 并且能够在回归纪念日期间 能够在央视播出 那同时呢 我们也在和有关的地方卫视 包括网络平台呢 进行接触 希望呢 能够作为二轮的播出 同时呢 我们也计划制作这个浦语版本 向浦语国家呢 进行推广 因为今年也是中仆建交这个四十周年 对吧 那么我们希望也通过这部剧呢 为中仆之间的文化和人文交流呢 做出贡献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覆盖面呢 是非常之广的 影响力呢 也是非常之大的 对宣传澳门新的城市形象 打造文化澳门 那么我们觉得肯定是 也是非常有助力的 作为以澳门为主题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拍摄的第一部 由澳门本土机构 广东和内地多家制作公司 联合出品的电视剧 此次拍摄 也为澳门的影视制作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 那这部剧 我们知道它不光是讲澳门故事 然后它也涉及到一个 3D之间的合作拍摄 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3D合作之中 它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哪些呢 困难呢 应该讲3D之间 毕竟现在还有一些通关安排 在拍摄的时候呢 可能到各地取景啊 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么各个这个区域呢 也有自己的一些管理要求 但这些呢 我觉得在我们 在筹备过程中 应该讲相对还是 比较顺利 因为包括特局政府相关部门 中联办 以及像内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呢 都给予了这部剧 这个很大的支持 那么从这一方面呢 也能够看出 其实现在 粤港澳大温区发展规划 这个颁布以后 从中央层面 到各个地方政府 到业界 对于粤港澳融合 粤港澳的相互配合 大家都还是非常积极 今天这部剧 就正式地开机了 那把这样一个开机地点 选在恒秦呢 它在恒秦拍摄的气氛 占了多少 的确 这也是这部剧的特点之一 就是澳门策划出品 那么在恒秦立项 我们知道呢 因为恒秦的初心 就是为了支持澳门的一个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我们感到影视产业呢 其实也是这个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近年来为了促进经济的适度多元 特局政府呢 把文化创业产业 也包括会展览业 都作为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么除了澳门的本地机构 要努力以外 恒秦呢 作为澳门发展的腹地 那么也要发挥 它相当的一定作用 对吧 那么这部剧呢 我们特别呢 这个和在恒秦的公司开展合作 也得到了恒秦管委会的大力支持 对我们这部剧的 这个拍摄的顺利推进呢 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未来我们相信 粤港澳三地 特别是诸澳 秦澳的合作 还会进一步的深化 尤其在影视产业发展 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您刚刚提到影视产业发展 其实在南光 在近些年也在影视方面 然后做出了很多的一个进展 您觉得南光的文创 和恒秦的文创 它之后会有一个 怎样的融合发展呢 我觉得还是一定要 这个相互融合 相互互动的 澳门呢 发展文创产业 有澳门的特色 但也是有澳门的 相关的一些不足 那么内地呢 是一个广阔的市场 文化产业 近年来在内地呢 应该讲是这个快速崛起 恒秦呢 它有很多的政策优势 对吧 所以我觉得发展文创产业呢 一定不能这个固守于一地 对吧 在思路上呢 也不能够保守 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开放的包容的 特别是这个恒秦 在支持澳门产业发展方面呢 也是这个制定了很多政策 对吧 各个方面呢 也都给予了很多的期望和要求 所以未来呢 两地是一定要开展合作 我们的未来也希望呢 能够在恒秦 能够设立我们的文创的 相关的分支机构 对吧 能够进一步来拓展这个产业 一部剧将粤港澳3D的 影视制作文化创意联为一体 通过小人物的命运 弯弯的大弯 又会为大家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广告之后 我们与您一同去探班 弯弯的大弯剧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带来的恒情特别关注节目 变化中的恒情 我是王金 作为大弯区建设在影视内容 生产方面的一次积极创新 弯弯的大弯会给大家带来 怎样的惊喜呢 本期节目也邀请到 本部电视剧的制片高成生 与您一同走进弯弯的大弯 我们知道作为澳门本土机构 内地和广东地区联合出品的 这样一部电视剧 您觉得弯弯的大弯 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 这部电视剧呢 其实是我们澳门的一些做同仁 他们在几年前就有这样的设想 然后经过沟通协调协商以后 我们就来共同来合作 来做这么一个电视剧 其实这个电视剧呢 也就是我认为 它基本上算真正第一部意义上的 就是澳门内地 我们的合作的一部真正意义上 是澳门人的故事 是以澳门的地区发生的故事 澳门人的成长经历 来为这个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的 一部县里的一个情怀的 这么一部电视剧 刚刚您也说到 这个是一个澳门的 一个首部的一个剧 那作为这次一个3D合作 您觉得在这部剧中拍摄最难的 或者说困难有哪些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部电视剧最难的 第一是它是特别紧张的一个时间 时间是因为 它必须要在特定的日期来播出 才有它的意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拍这部剧呢 我们接触过程当中 了解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澳门的从特首到政府到普通的澳门的市民们 他们对这个回归二周年都有期待 对我们这部电视剧都有期待 所以我们自己来讲 就是觉得有一定的压力 就是要请到我们这个 在内地 在我们这个中国电视圈的一些专业的团队 一些优秀的创作人员 导演 演员 优秀的来创作这么一个电视剧 所以说我们是时间紧 任务重 其实有一定的压力 那这次拍摄 涉及到3D的这样一个沟通呢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在这次拍摄过程中 会主要去哪一些景点呢 大家比较熟悉的 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说 你写澳门的故事 澳门人的20周年的成长经历 新的一代人 那肯定要到澳门去取景 而不是是表象的 可能一些澳门的历史 回归的这个前后阶段 一直到这2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能都要在我们这个电视剧里边体现 所以一些标志性的地域场景 我们力所能及的 能拍到的会尽量去拍 实在有困难有问题的可能 我们就在珠海 在横琴 在内地去替代 或者是 但是要完整真实的展现出来 那您觉得这部电视剧 对于整个澳门 包括对于整个港澳的这样一个电视剧的 这样一个环境 您觉得它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呢 它跟以往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澳门是这么一个 现在的它多元化的发展 是这个会展之都 美食之都 对吧 这个旅游之都 所以但是呢 真正在澳门去拍一部电影 电视剧的近些年不多 大多数是去取一个景 去展现一个局部 对吧 但是真正以澳门为主要的这个背景 对吧 作为我们的澳门人 真正土生土长的澳门人的几十年发展变化 同时一直到今天这个 我们这个国家发展战略 这个两地九世的这个 大湾区的这个 未来的发展的 恐怕我们这个电视剧是 第一步来展现 所以说也是一种努力吧 那您觉得对于 庆祝澳门二十周年回归 通过这样电视剧的一种形式 它和平常的一种 形式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们是 因为十年二十周年 对回归的 包括我们香港二十周年 我们做过一部这样的剧 但是我们自己觉得 在基础上发展到今天以后 恐怕还不够了 仅仅是一种二十周年 我们可能是 想通过这么一个电视剧 回归二十周年了 因为正是这二十周年 对澳门的整个发展 是有翻天覆地的 非常高速的 那么我们这个剧 既有了这种回归二十周年 这种大家的情怀 还需要是我们的 这个剧还要展现未来 讲今天的澳门 今天的内地 未来的大湾去 想通过我们的故事 通过我们这些优秀的演员 他们的这个成长发展经历 我会讲今天的故事 这是最重要的 用电视剧的形式 讲澳门故事 用小人物的命运改变 展示澳门大环境的发展 也是这部剧的精华所在 作为弯弯的大湾 女主角的扮演者 王源可又会有怎样的不同体会 一同去看看 弯弯大湾剧中 麦思玉的扮演者 我是王源可 很高兴今天能够 跟大家一起见面 知道您这次扮演的是 弯弯的大湾这个女主角 然后您对于这个角色 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其实首先我是对澳门回归 二十周年是非常有情怀的 剧中的人物年龄 其实跟我差不多相仿 也是在十多岁的时候 在退回去二十年前 我们坐在电视机面前 迎接澳门回归的时候 那一刻真的是激动人心 所以呢特别有幸能够参与到 这个作品当中来 能够以剧中麦思玉这种 社会当中的小人物的角色 能够体现出大的情怀 所以呢能够看到 这二十年的变迁 这个发展力 就是二十年当中发展的每一步 您觉得麦思玉这个角色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特别阳光积极 然后非常的聪明 有干劲能够体现女性的正能量 我们知道您在原来也演过 不同类型的一个角色 您觉得这部剧的角色 它在人物塑造方面 您觉得对您最大的一个挑战来说 是什么呢 其实我要代表可能就是 很多的自立自强的女性 去演绎住她们的生活 无论是在这种 因为她是一个不甘于在 她是一个淡家女 然后不甘于父辈 这种指使下的生活 然后她勇于自己到岸上 谋生 自立自强 后来在这个商界发展 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一路下来 所以呢 我也是大量的查阅了 很多的一些 像我们中国很优秀的 这种女强人的形象 了解她们背后 这种成功背后的故事 所以呢 希望能够体现出 女性的特别独立的 正能量的一面 那我们知道这次拍摄 其实涉及到一个 3D的一个合作 您觉得这样的拍摄 相对于其他 它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 两岸3D一起合作 包括我们剧中很多的演员 也都是 在之前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那这一次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的团队 也是非常的专业 有非常激情满满的 大家一起投入在这部戏当中 所以也看到了 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 所以呢 对这部戏特别特别的期待 不光能够 它不光是一个迎接 澳门回归20周年的 这么一个县礼作品 更能反映出我们自己 讲述自己中国故事 澳门故事 想把这样的一个文化 就是发扬出去 通过一部电视剧的拍摄 将粤港澳3D紧密结合 随着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 澳门故事也将被世界所知 关于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拨打栏目24小时咨询热线 或者登陆澳门有限电视官方网站 进行互动留言 您还可以登陆珠海天会星 投资有限公司网站 浏览更多资讯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变化中的恒情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